小妹们高喊平反什么呢? 是为它平反 咖啡常被说喝多伤身 轻则造成失眠 重则容易造成高血压与心脏病 吓得小编赶快来杯苹果办公室的 免费咖啡压压惊 这不是英国研究哦 德国杜塞道夫大学在上个月21日 发表最新研究 为咖啡因平反 视力不只是咖啡 茶和可乐都含有咖啡因 这个实验连续10天 为咖啡因给心脏有问题的老鼠 结果老鼠的血管细胞功能提升 血管内壁和心脏内腔都有修复迹象 研究分量相当于人类每天喝4杯咖啡 不过专家暂时还没有在人类身上做过这个实验 但是已经几乎可确定有益健康 而且不只德国研究 连美国国家严正研究所也指出 无论是重度咖啡上瘾者 或偶尔喝一杯 甚至只喝吉隆或低咖啡因咖啡的人士 10年体的死亡率都叫不喝咖啡人士低 当然喝咖啡时要注意糖与奶精的分量 过量无意健康哦 哈哈 这个研究令人又惊又喜 小编再来杯咖啡吧 国际东西 综合外电报导 小编继继续